讲查理斯和什比后有什么关系呢 他出生时他母亲很忙 他父亲对他很疑 他是第一个送去学校读书的王子 因为这段经历 其实从小开始他在学校被人欺负 他说他小时候不开心 他说上学校读书是回地狱 于是有些人就怀疑他这段时间 开始沉述一些灵性的途径 他作为英国的皇储 或者英国的皇帝 其实是圣公会的头 如果是圣公会的领袖 照计你是否应该服役于圣公会的教义 所以他找那些人去做精神上的支持 其实是灵类人 其中一个他找一个圣公会的主教 这个叫Mervyn Stockwood 其实是专门研究神秘学 但最紧的是什么 就是在1970年的时候 他接近了另外一个南非作家 就叫Lauren Van der Post 这个Lauren Van der Post 即是说这个圣场上的快乐圣诞的作者 是他的精神导师 这个精神导师是说什么 最重要的是 就是刚才回应我们第一个讲的 就是皇室要有神秘的感觉 不是一个普通人 不是一个普通人 究竟是什么人 这个精神导师是说什么 皇帝其实是撒门师 就是沙门 是沙门 是沙门 沙门那个沙斯 最重要的就是叫我知道 你为什么会知道 是不是上面告诉你 不是 总之是我知道 他说其实你就算是现代世界 其实你都是一帮暴落 是 就是在精神上 族群 就是说你那个 无论科技 你怎么发展也好 其实这帮人 他们怎么看那个领袖 都是一些暴落 怎么看那个沙门师的一种的体度 还有就是 他是很喜欢看靠庸 不过问题就是 他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 他不可以那么多表达这些东西 但是他有某些情况 例如他是服役于这个同类疗法 他不看西医的 是 刚才你说的一个 很值得大家去探讨的一个题目 就是查理斯三世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都认识了一个大沙门师 就是他的精神导师 他都认识 我想他都会对沙门的文化 有认识 他这个也会问 会不会像我们刚刚做的电影 《明岸》里面 就问一个问题 好像那个电影那样 你需不需要改命 那他们改命 这些有途径的 举个例子 伊丽莎伯一世 不是二世 一世的家缅 是在看星盘 是 是 那个是历史上有记录的 他找个星盘 是找个巫师看的 是 就是John D John D 这个是大英帝国的名字 是 是 传说他在那个赤瑶石 他看到将来的大英帝国 出现的状况 伊丽莎伯二世 其实去年死 他死了之后 查理说做皇帝 那为什么又要等到今年 这个时候才加冕呢 是 即是悉心安排 要到今年的五月 五月 如果我们今天去理解这个 这个家缅形式 其实是什么 是宗教意识 他不是政治意识 是宗教意识 那为什么说这个 这个仪式本身 就是和社会有关呢 他表面上好像是一个 所谓英国国教的仪式 是 但如果你看他的权杖 和摆法 是 是 是法老王的仪式 是啊 他这个权杖本身 他们有什么意思呢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这次连皇冠那粒鑽石 都不敢拿出来 那一粒鑽石 其实相当于出名 就叫做什么呢 Koinur 就应该是光之山 是 那为什么不敢说出来呢 他话说这粒鑽石 是被人诅咒过的 就在印度的一个讲话里面 谁拥有这粒鑽石 就可以拥有全世界 不过都会跟着带来 所有的全世界的不幸 只有神和一个女人 才可以带来之后 没有事 那这一粒鑽石 为什么说 它是有一个诅咒呢 其实很多鑽石都有这种问题 是 它有意识可以寄存在里面 是 是 它说它是什么呢 五千年的历史 甚至是在古代的大战纪 即是古代的史诗 是 法文的史诗 有记载过这粒鑽石 是 但是它转转 就落了很多人的手上 包括什么呢 波斯 有伊朗 有巴基斯坦 鑽石的话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有一个伊朗皇帝 它很多是抢回来的 嗯 初下抢回来的时候 哇 风调雨顺 在印度那边 抢了很多战利品 接着三年不用交损人民 嗯 但是接着怎么样呢 三年之后 它自己又多病 是 它在子女全都死了 嗯 于是乎 它就想起有这个 诅咒 诅 所以英国佬一直 通常持得住的 但是它只是不错 这是作为什本 这次 译 Whoa 现在连卡米拉 也不带这颗皇冠 虽然他是女友 可是他她也不带 所以这个是 互相